美麗的女神 孝萱 你看 這是仁甫講的 她這樣走 不要說什麼母姐會 走到那個香蟹大道旁邊 有一堆男生這樣看著她 對 真的是美 這應該母姐會可以穿吧 當然 這我可以接受 當然 我覺得這個是 孝萱私底下在任何場合 跟姐妹出去 跟另一半出去 甚至帶小孩 如果沒有很負擔的時候 都可以打扮的 而且她的裙子 我覺得那個角度好漂亮 對 就是我一樣保留了 孝萱剛剛一直提說 她喜歡的藍色這件事情 可是我讓這個藍色 變成一個無限延伸的 這種大面積的印花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上半身的穿著 你看上半身這個是比較 有一點點軟質的 軟料的這種罩衫 然後前面有一個很漂亮 很鬆的綁帶 這個綁帶的作用 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你會讓它有這種 輕盈飄逸的感覺 可是它也可以修飾一下 我們女生正面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大家都會覺得說 像孝萱 紅塘 他們對身材應該是 非常好 應該很有自信 可是殊不知 有時候女生因為身材太好 她們就會覺得 不想引人注目 對 她們的心情就是 我不想要在路上 大家都在看著我 所以這兩片就是幫她 解決了這個煩惱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她就是真的身材太好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看袖子 袖籠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孝萱 很適合這種比較輕盈 然後有一點像飛鼠袖的感覺 可是今年這種袖子 她做了半袖的設計 就是五分袖 可是到袖口的地方 又有一個很漂亮的 荷葉邊的傘狀 所以修飾她背綁的同時 又製造出這種輕盈的感覺 所以整個人上半身 就會給人家很舒服的味道 好年輕 然後底下的部分 我強調就是女生 如果要看起來年輕 最好就是穿一個漂亮的A字裙 可是孝萱 其實她可以穿一個 有一點點不規則對稱 你看這邊比較長 然後另外一邊比較短的 這種不規則剪裁的A字裙 看起來就是隨性裡面 再帶一點時髦的感覺 這樣子我覺得夏天的時候 會給人家比較年輕的感覺